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路撒冷有很多天的时间在圣殿教导百姓天国的福音 但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也没有放过他 就轮番上阵来跟他挑战 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每次读到这些经文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金庸小说 感觉很像就是六大门派在光明顶围攻张无忌 然后一一被张无忌打败 那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不同的派系的人 这些自认为是非常厉害的人来挑战耶稣 例如有法利赛人 文士 祭司长 长老 沙都该人 西律党人 律法师 他们轮番上阵来挑战耶稣 那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样来回复他们 22章这边开始婚宴的比喻 主要还是继续来回应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 对耶稣的质疑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取亲的言席 在上一章21章里面 耶稣两次用了用儿子的比喻 第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 一个儿子本来不愿意悔改 后来悔改了就参与到天国的行列 另外一个儿子 一直说自己会参与天国的行列 但始终不悔改 不愿意进去 那第二个比喻就是凶恶援护的比喻 就是这个一个援主 则就是上帝 把他的葡萄园就是上帝的百姓 托付给这些援护管理者 就是指的这些宗教领袖来管理 但他们这些是恶援护 不仅不结果子 来这个向援主交账 反而三番两次 把这个援主派来收账的先知都打死 最后援主派自己的儿子来收账 一样被他们杀死 然后想要 这些恶援护 想要来霸占援主 就是上帝他的产业 他的百姓 那所以在二十二章 耶稣继续用儿子这个角色 来做一个比喻 他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国王 当然指的就是父神 上帝为他的儿子 就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摆设 取亲的言席 那在当时候许多的犹太人 他们都非常的相信 有一个叫做弥赛亚的言席 就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 然后呢 这些义人会被邀请到神国里面 参加这个末日的大言席 旧约里面有很多相关的经文 我都举一个例 例如说在以赛亚书二十五章 第六节 我来读给各位听 在这山上万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 用肥肝摆设言席 用陈酒 就是很香的陈酒 和满随的肥肝 并澄清的陈酒 摆设宴席 类似这样的经文 讲到末日的时候 上帝有一个末日的宴席 那基本上肥肝 这种东西就是脂肪了 这在献祭的时候 是只能烧给上帝的 百姓和祭司都不能 吃这个肥肝 所以代表在末日的宴席的时候 神是邀请神国的子民跟义人 一起来享受 属于神自己的肥肝 属于神自己的丰盛宴席 与他们同欢乐 好 那这个国王呢 他就打发仆人去 请那些被召的人来 赴这个宴席 他们却不肯来 这些仆人指的当然就是 这些先知 他们一直 邀请这些 上帝所设立的这些官长 祭司 长老 这些管理者 来参加研习 或是一些自以为义的 法利赛人 文士之类的 但他们却不肯来赴 弥赛亚的 研习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 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 我的研习真的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的牲畜也已经窄了 真的各样都预备齐了 请你们来复习 面对这些 骄傲自大不肯来参加 末日 宴席的这些人 上帝 这位国王并没有 立刻就生气 他还是继续打发他的仆人 再去 邀请 而且是热情 诚恳的邀请 他们来参加 第五节呢 但是呢 那些人 完全不理这些仆人 的这些邀请函 他们不理就走了 各自有他们的理由 一个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做工 一个去做买卖去了 然后呢 其余的更坏 其余的就拿住 这个王的仆人 凌辱他们 甚至呢 把他们杀死了 所以呢 王就大怒 发兵除灭 那些凶手 烧毁他们的城 这个跟这个 二十一章的那个 凶恶元户的比喻 就很像 那就是说 你们拒绝 这个末日的弥赛亚 天国宴席的邀请 你们就是死不悔改 硬心到底 不仅杀了先知们 现在连神的儿子都要杀 最后的结局就是 神要把你们除灭 甚至烧毁你们的城 对于不悔改的 耶路撒冷城来讲 真的在主后七十年 罗马人就再一次的 攻进去耶路撒冷 把整个圣殿烧毁 移为平地 第八节 这个国王于是就对仆人说 喜宴已经齐备 只是所遭的人不配 对于那些三番两次拒绝神的邀请 和这个天 三番两次也拒绝天国福音的呼召的人 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不配 不配进神的国 第九节 所以你们这些仆人 要往插入口去 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 所以呢你们就到这个各个大街小巷去 然后呢甚至是比较 城市比较外围的这些道路上 都去找 凡遇见的 不论他以前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品质的人 就呼召他们来赴这个言席 于是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招聚了 来 所以呢言席上就做满了课 这这是一个比喻的 就是那些原本被这些文士 祭司长法利赛人所轻看的 这些税吏啊 长祭啊 无资的小民啊 渔夫啦 农夫啊 他们反而怎么样 就是听见天国的福音 看见了弥赛亚来了 他们就悔改了 他们就欢欢喜喜的 接受赦罪之恩 就进到神国里面 就参加了末日的弥赛亚演习 而且怎么样 坐无虚席 坐满了客人 第十一节 那这时候就准备要开动了 国王就进来观看 这些进到天国沿袭来的宾客 就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就无言可达 于是王 就对死患的人 就对仆人说 把他捆绑起来 他的手跟脚 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 他必要哀哭切齿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虽然你原本 因为不论善恶 你呼召来 只要他愿意 听见福音 就真实的悔改 然后就可以进到这个 末日的弥赛亚天国宴席 但是呢 你如果是被呼召来的 你也愿意来 可是你 没有以圣洁为装饰 你没有穿上礼服 代表你没有真正的悔改 你也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这个施洗约翰都讲过 这个都是假的 所以呢 对于那个参加天国宴席 有来 却没有穿礼服的 代表没有以圣洁为装饰的 网就把他捆绑 把他丢出去 禁止他进入天国 他就在那边哀哭切齿 因为他自以为 好像得着永生了 最后却被神宣判 其实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 你根本就不属于天国的一份子 十四节 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 因为被招的人多 但是呢 被选上的人少 被招的人很多 被招人包含原本那些自认为最有资格进入 这个天国最有资格参加末日的弥赛亚演习的人 他们有被招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 所以神就说那你们就是不配了 所以就没有被选上来参加演习 那也包含有被招愿意来 可是呢 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 他仍然过着罪恶的生活 他没有以圣洁为装饰 这样被招的人他也不配 他也没有被选上 所以呢被招的人多 但是愿意真正回应天国福音的人 被选上成为宴席上与主同欢乐的宾客 相对来讲人数是少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对你的恩典看为平常 对你伟大的恩招 主我们有时候充耳不闻 求主赦免我们 因为主你真的是向很多人护照来真实的跟随你 你也向很多人呼召 要求我们倚靠神 倚靠福音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宝血 过一个得胜 以圣洁为装饰的全新的人生 但有时候我们也是 蒙混在其中 主啊 仍然过着罪恶的生活 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一个光照跟提醒 让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 参与在你的行列里面 真心的以圣洁为装饰 千千杯杯的跟随主 主啊 在你的宴席中与你有份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